大家好,我是全心全意,今天炒羊肉蒜苗 这块羊煎肉在冰箱待过一段时间的了,所以今天适合重口味一点 洗干净后切薄片 现在简单的腌制一下,米酒 生抽 白胡椒粉 抓拌均匀 蒜苗洗干净后去头,斜刀切断 炒羊肉有很多做法,我是家里有什么就做什么 但是孜然和辣椒面肯定是标配 我们在家做就力求少油健康 因为油比较少,羊肉下锅后用筷子快速拨散,防止粘粘 炒至羊肉出水,因为这是冰冻过的肉 这些遮水是不要的 把羊肉盛出来备用 定起油锅,准备适量的孜然力 火力调小一点,先爆香自然力 容易糊,要小心一点 加入蒜苗翻炒,火调大 翻炒片刻,加入羊肉 加入辣椒面 这些所有的调味料都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增减 这个时候再加入一茶勺的孜然粉 还有盐 糖 再淋入适量的米酒 翻炒均匀,即可出锅 香嫩微辣,跟烤串一样好吃 啤酒准备好 喜欢别忘了点赞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